那个人应该是个先知或者是预言能力之类的 但是真的没有人能够想到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今天其实我也会认为说 EDG在对抗NTZ的第二局对决中 当然他们肯定已经做好准备 但是铁定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对 如果这场输掉的话 很有可能就像昨天一样 假如这场输掉就像昨天Rox Tiger和NTZ那个 昨天Rox Tiger和ANX一样 就是说出现可能要看别人脸色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比赛来说的话 压力更加大的是HQK和ASQ这两次战队 就前面两场都是差不多是他们生死战 输了几乎就出不了 对 好 那么马上我们就已经准备好了 来迎接的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谈也谈得够多了 我们先来准备迎接第一场对决 是的 第一场对决就是EDG对上 巴西瓦卡安TZ的一场关键战斗了 那么这场对EDG来说特别不好打的理由有二 第一个当然是第一轮交战里面 巴西队胜出了 第二个原因在于说 对方对于EDG是非常了解的 人家既然是你的粉丝 肯定你每一场比赛他都看过 各位我知道现在大家收看直播 肯定有非常非常多的EDG的粉丝 那是不是EDG每一场比赛你都有看过呢 那巴西队也是一样的一个状况 对于EDG的每一个选手的特性 跟他们喜欢做什么 擅长做什么 其实都是了然于胸的 这个也是交手的时候 特别困难的其中一个理由 对 而且今天来说的话 和擅长不同是 今天上的是score 那score这个中单的话 我们开始说的就是说 这名选手他是会帮上单的 就胖的话别人会自己发育 然后去帮下路 是的 但score的话他会去帮助上路 然后常常来帮助下路 这样保证一个全局的均衡发育 因为他第一次对战INTZ的时候 就发现INTZ其实是要靠上野来carry的 那一场他们是打得非常顺风的情况下 给我们展示了一场优势局 他们还是能结束的非常优秀的 但之后的几场比赛当中 换了各种思路 没有像ANX那样坚持自己的打法 可能尝试了更多别的赛区的一些打法 导致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 然后上野没有打出优势的情况下 可以发现INTZ可能打烈士局的经验 还没有那么老到 所以EDG现在能不能够 在前期稳住局势是一个关键 同时我觉得他们的打也还蛮奇特的 就是他的GUNK成功率 在对阵EDG的时候特别的高 11次GUNK六次成功 是他这次前三场的总和 但是其中五次成功 都是在对阵EDG的时候 这也是我刚才谈的话题 就是说他太了解EDG什么时候会做什么事情 这个是这一场最值得去警戒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人家把你的节奏抓得很死 这种事情是要非常非常小心的 那我相信其实经过INTZ 经此一意 以后大家去找EDG的队员拍照的时候 尤其说常常我是你的粉丝的时候 常常会后退一步 就说你等等 你先等等 现在说是别人的粉丝这句话 听起来已经没有以前那么亲切可爱的感觉了 我觉得 好那么呢 我们这里也有准备到巴西外卡队INTZ 这边在赛前的一个简短访谈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有什么话要说 就连INTZ自己也认为 不过我还是不太相信他说的 他上一场也这么说的 不是 我现在已经不相信科学了 你知道吗 这两周 对 这两周比赛打下来 我已经不相信科学了 这个人想套路我们 他上次就这么说的 我不信了 反正 刚才有看到他的一边眉毛有那个 就是色素缺乏症 所以他不是自己单独去染的 那不是染的 也不是涂的 那个就是他天生有一条眉毛是白的 白眉道长 这个人 但我觉得在上周的比赛里面 看得出来 就是米卡尔他的赛前评价非常非常高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实际的发挥没有那么好 那究竟是他状态不够呢 还是说就是之前吹的比较厉害 其实我们不太清楚要看这周 因为老实说吧 昨天ANX比赛 赛前AMIRACO那个AD选手 基本是没有人关心的 但我们刚才在看那个 昨天Top5的时候 相信没有人能够忽略到卢西安 残血空蓝 然后极限操作极限输出 我觉得那时候是已经福特架喝过 然后剩下腺素飙升的时候那种操作了 对对对对 然后后面工作人员往他们杯里 杯子里面加的是水 然后他们就喝得特别不习惯 然后后面就出得很惨 你看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昨天的这个精彩表现 让我们今天我相信 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应该会 预期预期巴西队的表现 不会比上周还差 所以EDG更要拿出就是更好的表现 其实在赛前我们看到EDG日记的部分来讲 阿布也谈到很多 就是说可能第一周 第一个是说你上台打比赛 跟你在这边做了一周的训练的环境 毕竟不同 那但是话又说回来 EDG也是久经风霜的一个老战队了 相信他们在这一周之后 今天应该是比较适应这个舞台比赛 而且我觉得在这次小组赛 应该说结束了这么久以来 大家都对第一场的EDG的势力 已经是看破了 因为发现后面其实各大赛区的一号种子 接连沦陷 这次世界赛确实是 大家水平都非常的强 终于在昨天之后 终于所有赛区都已经败给外卡过了 就从14年的欧洲赛区 第一次败于外卡战队以来 到现在终于五大赛区 纷纷败过一次 也算是我觉得外卡已经达成某种成就 那成就都跳完之后 今天究竟是蓝方还是红方 谁使出洪荒之力 这就有点不太好说 但我们现在从画面上看到 选手的镜头可以看到 就是选手 我认为我个人解读 我觉得他们的表情看起来像是 有点压力 不过我们状态还行的这个表情 我感觉剪完头发感觉我好强 就你可以感受到 他们不是百分之百的轻松 多少尤其今天开场 前面都还没有任何一队打过 在气氛上面整个东西上面来说 还是有些压力在肩上 还是有些压力在肩上 看起来不是百分之百放松 但我觉得这样正好 这样的一个状态正好 因为其实太放松的话 我觉得反而不太好 那从这个英雄的选择上面来分析吧 我们现在可以进入到一个 一个比较英雄选择上面的 这个环节来说的话呢 我会觉得说今天 帽子还能够带出哪些英雄 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点 因为上周的英雄选择 帽子这边稍微是有些缩限的 我觉得 对上周的话 他的刀妹是有一场发挥不好 又一场发挥好 后来阿布就在开始 远征军日记里面也说到了 这两场其实有一场是好的 但有一场选择 其实可以选择其他 更好的英雄来代替 我觉得今天上单的选择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避免对方上来 拿到太强制的英雄 让帽子能够稳定发育 我觉得就是对EDG来说 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EDG在其他点位上面的 英雄值受限比较没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BP围绕 EDG这一方面 还是着重在上路 而AntiZ很可能也会选一些 前期优势的英雄 包括上中野这环节 做一些前期优势的选择 来更加强化 他们这个比赛节奏的掌握 好那么话不多说 我已经收到消息 比赛很快就要来展开 按照观例 我们还是来欢迎 今天的解说席 为我们来带来赛事的精彩讲评 好了谢谢我们评论席 带来今天的金场的开场 那当然昨天的一场比赛 的小赌赛已经非常的精彩 欢迎大家收看 2016英雄联盟全球准备赛 大家好我是Remember 大家好我是小散 上半场由我们三位来为大家进行解说 那当然今天的重要程度 对国内的观众来说 应该是比起昨天来的更为重要 因为昨天 因为是C组的较量 所以EDG将会决定到 他是否能够小组出现 对我昨天其实也在微博上面 看到很多人就互相在刷这个话题 就是说为了EDG 你愿不愿意早起 那今天在国内就是 早起的各位观众 应该就是也是就是 在为我们的EDG加油 看今天对上外卡的 INT力来自巴西的队伍 这场比赛非常关键 因为毕竟上一轮刚平准起也输了 上一轮的一个失利 可能会是这一轮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对不过这第二轮之后 大家都知道就知根知底了 然后ITZ的缺点和优点都已经知道了 就我发现就ITZ的 他们下落的这个英雄池是有缩限的 就是刚才长毛老师也说过 我们EDG的上单有所就是BP的缩限 但我发现他们下落的话 辅助不用老牛 然后ADC的话经常用寒平 可以针对这两点来去选择一下 好 马上进入到了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EDG在蓝色方 在红色方与他们校正的是 来自于巴西的IMT力 那马上来看一下 EDG这边是很快地把Refota 上一次这个来自巴西的足球王子 踢爆了EDG以后 很快地就把芒森给封锁掉了 对 包括上单的纳尔 这两个英雄都被搬掉之后 相信EDG在线上的压力 尤其上路的话会好受很多 而IMT力这边则是把Mouse的一个波比 以及Kalilov在LPO比较少使用 但是在上周在后面的比赛里面 也有拿出来用了暴女 就是暴女现在的一个优先级很高 但可以看到第二轮 好像大家都会稍微尝试一下 就是看一下你的打野 会不会掌握得了暴女这个英雄 对 现在小指赛这个暴女的胜率很高 相反于雷格赛之前的野王 他现在的一个胜率非常的低 上了六场比赛只赢过一场 对 那当然EDG这边最后一手 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保险的一个band 因为在昨天的比赛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第四周 上周的最后一天 第四天的比赛里面 这个龙王可以算是主宰了整场的比赛 那昨天就看到大家很小心地在处理 龙王在昨天的比赛里面 六场是封锁了四场都没有放出来 是的 ITG这边果然是针对上路扮了两手 那这样的话EDG中单的 辛德拉是已经亮出来了 看要不要抢 辛德拉这个优先级特别高的一个英雄 在这个版本来说 我觉得算是中单的第一当之无愧 是的 对 那当然EDG这边很快的 斯卡的上周也有用过辛德拉 而且这种英雄在中期的僵局 也有很大的一个大招定音的一个效果存在 不过辛德拉渐渐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用吸血鬼处理辛德拉的话 其实蛮保险的 对 但是线上好打 但是感觉在你压制辛德拉 辛德拉可能杀不了吸血鬼 但是他会去杀你别路的一个队友 是 这也是蛮尴尬的 那在INTD这边则是要 先帮瑞夫塔选一个就在这个版本来说 胜率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挖掘机 因为团战里面挖掘机还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前排角色 他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后期团战的一个影响能力 并且瑞夫塔他之前拿了一次挖掘机之后 他的一个干客时机总是怎么不怎么找得到 说到之前不太用的一个牛头 基本就没用过牛头 现在就直接拿出来了 杀斯特在原本在INTD也是作为打野的一位选手 在瑞夫塔归队以后又转回到辅助的位置 可能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相信INTD也是立刻把自己的英雄词给冲突出来 但我最近其实也稍微有去了解一下EDG的一个练习 就是他们的一个英雄词 其实也在这段时间里面有一所扩充 我觉得相信也是为了让EDG在接下来的比赛可以走得更远 那这边是选出了一个塔姆 然后克雷勒夫这边是 既然你吕佛塔不先选挖掘机 那我还是把这个英雄给拿下来 因为毕竟现在暴女以及盲森都被封锁的情况下 可能比较好的一个打野选择就是蜘蛛以及挖掘机了 对 这两手 而且塔姆的话选出来应该就是克制老牛了 这边还在考虑 克制一个老牛的先手 因为如果老牛这边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闪现二连 然后再配上杰斯远程的一个EQ二连的话 这个暴发很有可能会直接带走一个C位 我觉得EDG这边这个阵型把握出来的话 Dev的这把我觉得蛮有可能去拿进这种英雄的 对 就没有位移的英雄 因为选了一个EDG没有位移 然后辛德拉其实他也很怕老牛 就塔姆的话至少能保一个老牛的背开的一个目标 对 那现在可能比较关键就是上单要选什么英雄了 因为比较好的一个前排在这个版本应该是波比 但波比这边是被对方给ban掉了 那帽子平凡使用的一个刀妹这把 其实就是INTD算是打点在帽子身上 这边RTC最后一首 这两首选人的话应该不会料上单或中单 把杰斯打一个那种问号 他有可能打中也有可能打中 摇摆人 对 然后选一个现在算是蛮夯的一个组合 就是一个牛头配上女警的一个组合 就无脑放假是 对 就这个在欧美的选手开始使用以后 你可以看到已经影响到所有亚洲的队伍了 就这个牛头加上女警的这个combo 我觉得算是蛮强势的一个线上压制 是的 那现在焦点就在于MOS这盘要选择什么 对 Refota则是用了这个蝎子 在胜率方面现在出场了四场比赛是 三场比赛 那全胜 全胜 对 DF的点出了一个维鲁斯 以及大嘴在做保护 那大嘴或金克斯 那可能是要打一个更后期的一个阵容 老鼠练是老鼠 我觉得老鼠其实潜力非常大 我很喜欢老鼠这个英雄 对 上单来说的话 MOS这边 凯南 我觉得选凯南的话 其实这盘没有那么太多的发挥空间 对面有个杰斯和你兑现 还有一个老牛 打团就有点克制你 对 那这边拿到凯南的话 应该来讲线上至少对阵杰斯 如果是可能性对阵杰斯的情况下 他在线上会好打很多 还是再考虑一下 凯南确实不太好亮 那最后一手 最后一手亮了一手蓝博 不过记得 基德之前也是跟闪电狼的队员们讨论过 好像觉得蓝博在线上的话 面对杰斯的时候 其实还是挺 算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至少不至于吃太大的 应该两边就是都有 单人击杀对方的一个能力 就真的是靠操作了 那当然MOS的一个蓝博 使用的场次来说 在LPO是比较少的 对 之前其实他之所以选择 当面比较多 而没有选择蓝博 这么在本届大赛里面 比较热门的英雄 关键就是可能对他蓝博 不是特别放心 但蓝博的大招 我觉得在团战里面的影响力 应该是现在上单里面 第一当之无愧的一个英雄 但我觉得就 EDG这两天应该他们也意识到 自己上单的英雄 只可能会是最近比赛里 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而且今后就即便他们 能够顺利多个小组 再进入八强 剩下的强势的对手 肯定会针对这个点进行攻击 于是他现在打算是 以尽快的速度 去增加自己扩充上单的英雄 至少哪怕练得不是那么完美吧 至少要让你们感觉到 这个英雄我可以拿出来用 而不是说我放给你 也不用担心你选 所以说这盘的话就要看MOS 他最近的一个集训 有没有什么效果 对 那当然NTL最后的一个P5 康德卫子是选下了 刚刚小彩所说的 这边Toker拿了吸血鬼 来对抗Scott的一个辛德拉 但我觉得这个 就吸血鬼这个英雄 你可以看到在胜率的整体表现上面 是在这个 这次世界大赛里面是偏差的 就是他在中期 中期以及拖到游戏后期的 这段时间里面的影响力 我个人认为稍低 就因为这期大赛 我们看到在前期的滚雪球能力上面 一些中路能配合Gunk的英雄 或者说一些真的能到后期 能够一己之地清兵很强势的英雄 是处于比较上风的位置 而吸血鬼偏偏他的作用 更现在因为已经被大幅度地削弱了 他比较类似于一个 在中期到后期过渡之间的一个 就是一个摇摆的一个存在 他事实上是一个半坦的存在 并不是一个很强势的输出点 好 两边的一个阵容体定 可以看得出来 在经过了大概四五天的一个休息 在西组的两个战队的一个英雄池 跟上桌完全不一样了 就画风完全做了一些改变 大家都拿出了之前没有拿到的东西 对 代表EDG的教练 Rivistar也是跟巴西的教练 来做一个握手 在World Championship 2016年的全球总决赛上面 EDG要再度的迎战的是INT令 我觉得这个阵容来说 EDG的阵容我觉得选择算是中规中矩吧 就是每一个线路都有一定的carry能力 当然聚焦的地方是 我觉得下路的Mako跟Devd 能不能拿这个组合去打出一些节奏的优势 以及上路的蓝薄Mouse这一把 能不能扛住对方的一个压力 我觉得 就 塔姆这一点的话 选出来是让ITC容易哑火的一点 就是蝎子和老牛这两点的话 都很怕他们的吃 对 就下路这个点 我觉得是EDG今天最值得放心一个点 他们下路这两个人 这两个英雄都已经是经过千锤百炼了 一个赛季地演练下来的话 都是他们两个人的招牌英雄 我觉得下路是不会出问题的 而这场的话 相对来说的话呢 我是觉得大家要多关注一下Scott的表现 因为Scott在小组赛里面登场的比较少 他可能是手还不够热 不知道今天他能表现得怎么样 对 当然我觉得拿到辛德拉这种版本宠儿来说 Scott这边在中路如果可以配合 常常打出优势的话 那整体的节奏就会导向 就中野 就是我们发现了这个欧美的队伍 包含了可能INTD和MX 他们打的都主要不是打中野 主要是打上路的一个优势 其实今天上Scott我本来是 也是有点诧异的 因为最近好像说Punk是以最快的速度 上了北美的王者组 对 就他是以最速度最快的一名选手嘛 那这样的话意味着Punk最近 肯定他单人排位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今天上的是Scott 可能也是考虑到 在小组赛里面Punk打得还略显保守 就他现在其实很多时候在游走支援方面 做的不是很到位 所以说阿布之前采访中也说过 就是Scott他在面对和团队的容错率来说的话 就打了很久了嘛 整个夏季赛包括季后赛上了很多场 就是他们和Scott这名选手和团队融合率非常好 对 就是说个人能力上也许Punk 可能依然表现得非常出众 但是毕竟磨合的时间有点短 对 这里看一下是先抢一下蝎子的这个水晶点 对 INTD的经济小小的领先 领先大概30块钱左右 三个人一起站上去 钱比较多 一个人拿四块 那EDG这边没有选择去把它抢回来 因为蝎子前期这个河道的点的话 其实可抢可不抢 Dep的这个出装方很凶啊 是带了长剑直接出门 他之前有一场是对H2K的时候下路 也是这样出门的 是一个怎么讲 当时我们觉得是有点抗压的出装 可能他也有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是很凶的一个出装 他快速地想把优末给做出来 对 这样出优末肯定是比较快 但从属性上来讲的话 其实一上来的钱 大家还是更多人会考虑多篮嘛 就多篮比较 容错率比较高嘛 对 如果对抗起来的话 少了那个血量 其实的确在第一波 打一波的时候 换血上面会占一点劣势 是 两边的中路一级 也是拼命地在抢一个二级 打野都从上半步起 场长则是刷了自己的一个三郎 就直接赶往 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挖掘机的一个套路 对 没有说考虑去打自己的篮霸 肯定是要让中路 但这边Refota就抓准场长长的这个点 直接进在对方的篮区 但是被狼魂给看到了 这狼魂是肯定要用惩戒的 这个狼魂有点感到 场长这也是老打野了 不可能犯这种小错误 那等于浪费了Refota非常多的一个时间 对 因为三郎开始必定要惩戒起手 对 与此同时 场长已经拿到了第一个红 准备要上到三级 这里我其实有点忘记 场长上一次在对阵这支队伍的时候 是不是选择蛤蟆开 如果说选择蛤蟆开的话 就意味着对手研究过他们的录像 而场长也是相应的做出了变化 对 而前面的狼魂看到了Refota 落后的一个打野进度 也让着Meko来到了对方的一个篮区 吞了一个小石像过来 抢一个小石像的经验 可以稍微 其实前期小石像经验还蛮多的 所以还是蛮赚的 对 牛头因为下路被推陷的时候 也要被迫地去掩护下ADG 来的人很多 ADG这场打 前期打的是很激进 对 强行反这个篮啊 对 这种打法就是吃你前期蝎子战斗力不强 他蝎子隔着墙 想要去惩戒但是Scott把他给拉走 牛头过来一个恶连 这里是先拿对手下路开刀 牛头已经被打成残了 最后一枪打到由这个W被扭掉 但场场已经跟到了 红已经黏住以后 由Kalev拿下了一鞋 漂亮 这波其实就吃准你中野前期战斗力不强 因为吸血鬼加蝎子前期的战斗力 跟挖地机加球领是没法比的 球领挖地机前期的双控很强 而蝎子的E技能甩不到的话 加上A不到也没有晕 对 这波预谋很久了 就E技能中路和下路一直在压线 压了很多兵在对方的塔下 然后让对方的C位不能支援过了 这个在他们选好阵容之前 我觉得他们就已经制定好这个战术了 就只要我拿到这种 球领加蝎子的组合 你敢选吸血鬼这种被动的中单的话 我一定会这么打 尤其是Jackster这边的一个恶连 想要过来开战 左边刚好被Scott的一个 推球给推到晕到 没有办法打 其实这种打法 我记得之前在S2-S3对面 发条中单的时候也很常见 就你发条中度比较弱势嘛 我选一个类似的英雄 前期强势一点 包括辛德拉这样也是可以用的 就前期我上来 就直接侵略你第一个篮 一地君一开始在四分多钟的一个下路 中下两个双推线 形成的一个野区三角进攻 取得了不错的一个优势 主要也在于Rifota前面形势贪了一点 他想要去 就抓着这个挖掘机不吃篮的这个 意图去对方的篮区 反而花了很多一个时间 而且刚刚在教练 以及小伞做分析的时候 我们在地图上面也看到了 就是Rifota刚刚也有点想要再过来 一地君的一个篮区 但是Mouse在上路的一个篮波 推线很快地过来去协防这个篮 所以也确保了一地君 这是一个一波的三BUFF的开局 是的 鞋子这个英雄的话 前面赶紧刷到六级挺重要的 刚才那波节奏的话 让Rifota他前面的一个等级会起得比较慢 对 而且我觉得最亏的是 牛头把这个闪现给用掉了 其实也是蛮伤的 回想一下牛头他那个二连上的 有点着急了 对 因为牛头线上没有闪现 等于说对这边竞没有压力 所以这竞和寒霸也肆无忌惮 上来耗你去 Scaro这边拿到蓝BUFF之后 世界鬼感觉不好 这日子不好过了 对 每一次推完线以后 就协同着厂长去对方的野区 那这样的话 Rifota在野区的压力 又来了 这个中野组合看样子 这场是真的要给对面 很大的心理压力 这波是要绕后抓人吗 因为这波牛头是没有闪现的 下边要打麻将了 可能是要直接强杀牛头 看一下这里 这边万事俱备 只限东风了 正面是Mouse直接要越塔过来 没有 是对着女警 女警这里是直接被连死了 牛头这里也很难说 能不能走掉 看一下新德拉的下一个W技能 很难走 哇 女警撞起 一枪直接带走 下路一个双杀路带 而且Mako刚刚很漂亮的是 他利用这个塔姆的一个一技能 坦了非常多下的塔 对 这里Mako真的这个扛塔的话 细节处理很大 看得出来 EDG今天对于这场比赛 他们这种前期怎么打 他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相当的漂亮的一波下路的4打2 这波的话 以及雪塔6分钟拿到 这个节奏很快 而且这个钱是650块 全部给了ADCDAFT 这样的一个出装 就是你看得出来 就是EDG今天的这个前期6分钟 我觉得就像教练所说的 是已经完全策划好的一种打法 对 他的其实是一个前期 有连贯性的动作 因为那一波把蝎子的那里 蓝buff抢掉之后 导致蝎子没有时间回家补充经济 也没有买真眼在核道放 所以他们下路视野 也是一个完全的断档的 造成了这次斯卡尔德跟可乐乐闹到蓝区里面 原本我们以为要去抓这个蝎子 没想到是直指下路 因为6分多钟的一个下路月塔 然后夺塔的溢血 这种高节奏的一个速度 我觉得在今天的大赛 在这次的大赛里面 还没有任何一队打出来 对 当然另一方面你可以说 就是外塔队这支队伍 在视野的控制上有一点点不足 就蝎子鬼在对面 新德拉压线的情况下 没有提前在核道 做一下视野的保护 他的身上的眼 好像刚才没有注意到放在哪里 好像反正视野控得不是很好 那接下来的话 EDC的双人路已经解放出来了 感觉推中的话 蝎子鬼这个中塔不太好守 而且Dep的这个出装 感觉不是要直奔幽梦 还是要出一个西蓝刀 因为他先买了一个大剑 对 这套出装他之前也用过 感觉这种出装在后期打的时候 好像更加给力一点 后期平A方面的出装会很疼 对 因为暴击比较强嘛 但Mako以及Dep的 已经撤到落到上路 又是一波游走上路 踩了这个蝎子的地道 他没有发现吗 蓝波大招直接断后路 看一下这个W是定在塔下 新德拉一个W一二连 但这里杰斯在塔下瑟瑟发抖 看一下这里能不能换一个 换一下 把阿华又一口吃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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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极限的一波操作 牛头这时候赶来 就来不及阻止了 我比较讶异的是 上单的一个宜恩 竟然没有因为 就是刚刚踩了这个蝎子 在峡谷先锋前面的这个基地 然后他们有感受到 上路这边有可能 有很多人过来夹杀他 他退的有点慢了 对 感觉他的经验上 还是不是那么丰富吧 没有适应这么快的节奏吧 但这边 西蟹鬼子来抢打SKY 有展现 有展现的话看一下 还可以跑掉 今天换上SKY的上场 果然他在支援上面 相比之前胖的 胖来讲的话 是做得好了很多 这场真的是前期 靠着辛德拉的几波 游走带动 节奏是能力很强 这波是由MOS的 一个大决先手 非常漂亮的一波 致命滑踩 让燕这边 直接被考得半血 对 就这一波 可虽然说辛德拉 好像没有起到 特别关键作用 但实际上 他是逼出了 对面一个闪现很重要 对 之后也是甩了个大招 给对手 这个连环的控制力 这样的话前期四个人头 全都跟这边的辛德拉 是有关的 对 而且刚才那里 连Dev都已经跟着队伍 一起来到上路了 那EDG今天这个打的是 有点怎么讲 好像是他们完全没有说 把线规定的横死 而是哪条线都是我的线 而且完全是由着下路的 这个竞跟塔姆的一个搭配 作为一个发动机 对 那这样的话 ITZ是换了线换回上路这里 看样子是考虑到 因为下路塔已经被对手拿掉 这里杰斯控线发育 然后让上路这里 通过快速的推塔 给对面一点压力 但这里EDG就可以 轻松拿掉这条下路 你这样的话 上单掉了下路 尤其是一个杰斯 本身的一个推陷能力 是比较弱的一个英雄 等于你把地图的下半部 全部交给EDG了 散黄因为玩AD比较多 你觉得女警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够再起来吗 因为她前期发育真的很差 对比近来讲 我觉得对于ITZ来说的话 她尽量力保上路的这个一塔 会把节奏偏慢一点 就是现在来说的话 ITZ肯定要做的就是 赶紧再拖一下 蟹鬼和皮绳前中期 做的能力实在太差了 对 现在其他点 其实看上去发育 还可以接受的 但女警和这边的进 因为进已经202了嘛 这个装备差距 是有点恐怖的 接下来最怕的应该是中塔吧 就像小散刚刚说 就是现在进的一个装备 是冰枪马撞 待会往中路挤的那一波 如果蟹蟹鬼的等级 还比较偏低 她现在连9级都还没有到 那很有可能这个中塔被拔了 那INTZ要拖就很难了 现在看一看这里 这两个人好像是有点想 埋伏EDG的入侵 但EDG在这边没有视野情况下 也没有说打算就真的要过来 会不会动一下狭鼓前锋呢 并没有 感觉 ATT是想要蹲一下 EDG是不是会进出自己的红区 牛头跟这个蟹子上到6级 以后有了大招 但还没有看到任何一次蟹子的 这个水晶尾巴 成功地打出一次击杀 他现在不敢就轻举妄动嘛 只能打个反蹲 如果主动出去的话 可能就是自己去搞事了 其实这盘蟹子也蛮惨的 因为它基本上河道的那个buff点 是永远拿不到的 它两个水晶河道永远是暗的 而且这个蟹子感觉 没有想要出肉的一个感觉 它的装备是要往战士去做一个铺 这种出装的镜子 在逆风的局势时候是蛮难打的 就像那种出战士打野刀的挖掘机一样 顺起来确实是可以大杀四方 但一旦逆风基本上就 一上去就躺了 就很像雷克赛出 就是输出装 就是战神雷克赛那种 现在辛德拉的一个伤害 我觉得Refota是很有可能进场 直接被秒掉的 EDG把上半部的一个视野 在做争夺 但中路这边的一个兵线 是吸血鬼以及Refota两个人 想要抢一下阴一手 这还是想要利用蟹子的第一个大招 感觉右边的阵容 想想想有没有觉得 就是蟹子的大招给到的时候 他们的瞬间爆发 在前期是比较缺的 就一个女警 一个吸血鬼 瞬间的爆发力都不够 他可能更加需要 依赖于杰斯的参战 因为杰斯其实前期远程近战 打两套的话 伤害是比较足的 而其他几个点却像 记得你刚才所说的 伤害上有最显不足 是的 但不管怎么说的话 正面打团的时候 我觉得Miko站位的话 一定要站到后面 有可能就是Refota 他打得很聪明的话 他肯定会拉辅助的 但因为下路的Miko 已经拿到了三个助攻了 我觉得这塔姆露起来的话 Refota就是一个梦魇了 就是一个完全不知道怎么 就针对辅助也针对不了 你针对其他人 塔姆吞一口 直接把你的这个开战 给化解掉 这里场长是钻来了上路 想把对手直接逼退这个塔 然后回来是拿下这座塔 他在这里还有一半 他现在是要选择换塔吗 看下罗伯特是不是要 往下靠一下 下路这里换塔 但杰斯现在虽然点塔 是比较快 蓝波依然用大招清兵 清光了小兵 就MOS是很有意识的 因为知道自己的队友 都在上半步 往这个塔靠比较危险 远程地利用蓝波的大招 直接把这个塔给守住的话 那NTT现在已经是 两座外塔的一个落后了 这样的话 在12分半的时候 可以说现在EDG的优势 已经比较大了 感觉LPL的观众们 可以把心定一下 因为这样的一个优势 4比0的人头 两座塔 以及是一条龙和 4000的经济在手上 事实上对于NTT来说的话 是比较难打的 尤其我们刚刚在分析 就是说 Riportar今天也没有拿到 这种比较拥有 奇迹式逆转能力的 这种盲生这种英雄 这个开团 对于IT贼来说的话 可能最大的依赖点 就是牛头的闪现Q 能够Q到几个人 这是他们最致命的一点 就像如果他能表现得 像那场RNG的那场MATA 那么好的话 或许这场是有机会的 但事实上 如果EDG不给他这个机会 还是比较困难 因为这种真的 他组合起来的点 似乎除了牛头的一个闪现Q 没有其他的更多的 你能期待他发挥什么 更高上限的组合 感觉现在来说的话 Riportar他已经就有点懵了 他现在不找辅助 不找圣人路去带节奏 一直在对方的一个 B站的一个一块野区在发育 对 他刚刚感觉 非常的被动 在这个F4已经待了非常地久 大概几分半左右 对 守株带鸟 就一直在等这个F4 结果刷新以后 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被Skot给拉走是最尴尬的 这是最烧的你知道吗 他刚刚守了这个F4 我记得守了大概有两分钟 一直在等 因为他刚刚的补刀 一直都是四十八 我注意了很久 然后没有补到这个大的F4 他可能是想反蹲场掌吗 他反蹲场掌也打不死 就不知道在想什么 场掌现在至少有半级的一个经验领先 对 那当然下路这边 因为是燕一个人在平凡的一个推塔 所以下塔还是掉 这波有机会进开启大招想留人 男人也过来了 牛头大招开启 但这里女警是无人保护 鞋子帮帮给一下 还行 鱼叉插到了 米康刚刚是被缓住 牛头大招CD马上就没收 没有了 好的 牛头是可以收掉 对 同时杰斯在推下路的二塔 这样的话是果断卖到牛头 杰斯这里其实推塔速度蛮快的 金德拉这里单人过来防守的话 其实清兵的效率还行 但杰斯应该已经点掉他不少许 看一下下塔的一个镜头 那EDG是在下路文伟地取了一个 JUX的一个牛头人头以后 转往这个峡谷先锋 也是抓了一下时间 刚才上路这波的开战 还是蛮EDG的 就是典型的人多打人少 而且我先手打你后手 你根本没有办法 这种是风险最低的一种开战方式 是 并且刚才那波浪 莫斯他自己走上来了 下一波的话 双方伤得还有GP 对 但莫斯刚刚在上路是 闪现的一个鱼叉 有命中后方的一个米卡尔的女警 但后续的一个伤害 感觉是队友的一个指挥 就是说稳稳地插牛头 他没有继续去追击 今天这一盘其实在前期 我们看莫斯蓝波的表现 至少他在放大招上面 是放得比较果断的 每个大招放得也没有太大 这大招放得完全没有毛病 挺好的 对 完全没有问题 不过相反于 RTC这边强行拿了老牛之后 他的一个表现感觉有点 有点蒙圈吧 这时候老牛可能就是因为 前期两波下路的搞适配 EDG搞得有点蒙圈 主要还是蓝Buff那一波 教练所说的 就是主动的一个恶联 但跟队友的一个输出时间 完全没有搭配在一起 这样就很尴尬了 之后的那波四波二 真的对下路的毁灭性的打击 实在太大了 那样来对基本上 任何一个下路都很难再玩好了 就类似就是如果这是一个单排 下路可能就已经离开游戏了 就那种情况下 一定要呼叫自己的打野 帮助再做一下附近的视野 要不就非常的被动 这有时候其实问题 肯定不是在下路 而是在中路和打野 对于下路视野的照顾上 对面四个人帮你下路 队友们都不知道这个情况的话 那肯定问题不能单单怪一个下路 这边 这一炮很痛啊 DF现在被杰斯打上来 实在是有点伤 杰斯因为前期下路吃兵吃的很多 我们看到137个刀 事实上他现在的装备是比较豪华的 是夹住看一下对帽子 大招天下兵帽子想回头换命 好像有点没希望 对 女警已经拉了很安全的一个距离 收下了人头 而且后面还有一个满状态的一个蝎子 这波三个人强抓了一个帽子 但是一地狙 与此同时也是换了一条水龙 这就等于帽子为前面一波 他交闪现还债 这波债是一定要还的 对 这波他没有选择 像下路那一波 就是在二塔草丛位置 远远地放一个大招 然后往后退 那这波就注定了他要死了 那个可能就更加像 smap之类的选手的表现 相对来说帽子在上单 他拦拨可能经验还没有那么丰富 但是他前期已经表现得很好 但这边下路的杰斯在隔着墙 厂长听到了 逼了一个闪线 闪顶过来 硬配这个推球 短了一点没有推到 没有推到在打招的伤害 这边的大招的伤害 一块美口一点 把杰斯给填死了 对 这里这个伤害 真的新德拉的伤害很高 虽然说没有晕到 但是球砸出来之后 杰斯还是很痛 隐磨刀有和没有 没什么区别 这边又打了一个人数差 想退二塔 吸血鬼是从色边绕过来 这里的话 因为场长的状态比较差 看一看吸血鬼如果进场 可能场长要选择撤一下 在牛头的大招 还没有冷却完 在塔下已经直接被斯大德 以及Dev的联手 血量打得有点低了 所以感觉安提利下路这波 也开不起来 看一下这一波 场长是闪现追 追顶追得很果断 主要是他已经知道了 新德拉的一个位置 对 新德拉五个球的伤害 还是很高的 对 而且Mako也是提早了 开了滴滴打车 带了Dev的过来 就是确保这个下路的人头 是可以稳稳地拿到 整体来说 MTD的一个节奏 是被一地区给拉得走 而且优势是慢慢地在扩大 当然也在 女警跟吸血鬼也是在同时发育 这可能就是MTD想要的一波团战 能不能到的一个时间点 不过从经济上来看的话 这段时间其实经济上 是没有拉开差距的 ITC这边在基本功的补刀上面 其实做的是不错的 杰斯和吸血鬼线上 基本上补刀补的还挺好的 而女警身上补刀 我们看到渐渐反而是反超带 虽然经济上没有拉开差距 是归功于就是 ITC这边个人其实在发育 但是现在外打都没有的情况下 事业很难再做得出去了 ITC现在想法就很简单 就哪怕我这边你硬推我一路线 我就稍微跟你拖一拖 来 蓝波跟进的大招 在后刀 Def打掉了女警的人以后 再打了一枪牛头 牛头交一个闪现 后续来说 EDG前方没有视野 也没有深追 这一波是稳稳地拿了一个红 以及一颗人头以后 全军转往上塔 来对二塔击起一波攻击 这波是一个Def的非常精准的狙击 女警是活后被狙死的 RTZ这边可是选择是 杰斯固化二塔 继续偷他 这个BD杰斯 效果其实还不错 他杰斯这样发育的话 一会用了做单带 其实是一个挺强势的点 这个杰斯已经打了像一个巨魔了 对 今天这场打法 其实ITC的打法 有点像上次 打H2K的EDG的那种打法 他等于说靠着自己 一个单路的强点 一直想办法拖延 但EDG这边正面不为所动 你带就带 我这边正面反正四个人 一继续给你压力 想要追击 但这一波因为进的陷阱比较多 也是减缓了对面的速度 主要还有一个小关键是 安提利每波的野区遭遇 都因为牛头必须 作为一个先手英雄 他在被抓到的情况下 闪现都是拿来做撤退的 那这样的话 他们这个阵容 选出牛头的一个意义 就完全丧失掉了 是的 看这一波的杠克成功 长长 女警在草里 这两波点红的话 是完全被对手给洞袭了 对 只要拦过了这个大招 缓住了牛头 也让他没有机会 去帮忙女警打 后面致命的两发子弹 这波的话 ITZ想打又不想打 稍微能犹豫了 那么现在外塔已经拔的 只剩下中下两座二塔了 场长又是入侵了对面野区 接着等级是第一级的 场长直奔对面打野 野怪 但是被对方给沉走了 对 被对面沉了 而场长这边被杰斯打一套还行 实在是很肉啊 现在已经有了大腰带 以及一个守望者凯甲了 这边吸血鬼的出装也是很奔放 选择的是振奋之后转兵杖 可能是感觉到有点追不上 EDG 抢这个蓝 这里当然蝎子前面已经用过一次惩戒了 吸血鬼从下方想要过来做包夹 但这个蓝Buff被扔了以后 场长所言惩戒掉以后踩了一个夹子 但后续来说EDG是可以顺利的撤退 就是安提提几波问题 你慢慢显得出来就是 他们想要开团的时候 他们的开团手段太单一了 开团手段太容易被克制了 而且不敢轻易去开 当目前为止其实我好像印象中 都没有看到蝎子有一次完美的大招 他好像大招还没用过 还用过没有 我记得好像还没看过 之前数五分钟之前 他没有找牛头一次联动 他并没有找牛头联动 他配合其他人的话就很难去 他这个尾巴始终还没有伸出来 还在发育他的这个蝎尾 当然就我觉得在这次的世界大赛里面 已经所有人都一直在说就是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就是说他有没有可能一个尾巴 然后把这场比赛影响到自身 至关重要 就像Miteos的盲身的一脚 也是很难说的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说就是 21分钟他没有用过大招 这个蝎子废了这种话 就是他很有可能 待会又来一个很漂亮的 他也可能像Miteos这样 练个一小时就练好了 对 职业选手都是超乎我们常人的一个理解 对 感觉ETG已经要到了强势期了 他们待会等蓝波的一个虚空 给出来的时候 这时候的伤害 感觉Miteos是要被吹库拉朽 给摧毁掉的 但事实上这一场的话 和哪一场有点像呢 和当初闪电狼打 老牛这边是没有闪的 定住了老牛 老牛是被打死了一个大招 Miteos是先要扯 先撤一下 那其实现在这种精进 一直没有拉开的局面 和那一场就闪电狼打M有点像 因为虽然说场面上看起来 一边占据优势 但是因为精进一直咬得比较死 所以导致你 其实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去推进对手 对 就关键的一波 决定比赛的胜负的一个团战 还没有爆发 但ETG这场有一个优点 就是因为有一个禁这个长手存在 加上一个塔姆的飞行 那实际上他们是有机会在中期 通过自己的先手开来找到机会的 他们现在只是不急而已 ETG这边只要开起来的话 留着能力非常的强 就有塔姆 还有一个新的拉 兰博包括也可以先手 所以实际上他们真的想开的话 是开得出来 只是现在暂时再等待一下 对 就以两个 我们刚刚两位 小散跟Joker的一个分析 就是说 这把ETG的一个节奏 在进的一个带领下面 就除了上路INT力主动的一个月塔 三个人包夹MOS以外 每一波的都是ETG选择 要打的一个时间底 现在ETG暂时 他没有选择继续把节奏加快 还是考虑再磨一下 因为现在即便是选择磨塔的话 他们也是卓有成效的 好了 又磨掉一个下路的二塔 这段时间里面 安提利的一个双吸 非常努力地在发育 而这个吸血鬼 已经是拿到了自己的兵杖了 与此同时 敌方的杰斯 现在刷兵也是非常的恐怖 不过这里吸血鬼 还不回家的话 正面这里高地塔 看看用谁来轻 女警轻得有点点慢 不过考虑到牛头和夹子的配合 还是没有上 ETG也不知道吸血鬼 现在其实在自己的篮区逗留 杰斯这边给兰波的压力挺大的 兰波根本无法阻止杰斯的典塔 视野看到了 但是ETG也没有选择下路的一个高地强打 打得也是比较安稳一点 这段时间其实ITZ这种处理方式是不错的 他们也没有说很着急 而是继续保证自己杰斯这边的 和吸血鬼的两个人的发应 就他们的一个交换上面 虽然是亏的 但是他们的判断上面 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因为刚下塔守不住 对 因为这种情况下 你去跟对面打 肯定是打不了的 他们选择是用小亏来换取大亏 而且你如果强行去守那个塔的话 你万一守着这段 其他路的兵线就很难处理了 对 就他们一直保持着 就是上单杰斯燕这条线是压制的 对 个人的一个经济吧 就这种情况相当于是 当你已经有点 有点受到重伤的情况下 你哪怕是要打麻药会很痛苦 你一定要打下去 他这里就强行给自己打上一针麻药 让自己的痛苦减小到最少的程度 我觉得教练 我可以再帮你引申一点 就是这边现在在战场上 有一个人受伤了 但是他保持着自己的双腿可以走 代表他还有机会 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然后再重新地站坐起来 但如果他全身都被打穿了 那就没办法 是 所以这段时间 其实ITZ的处理是相当老练的 感觉这件比赛我们强调说 没有弱队 确实相比之下的话 好像外卡队的整体实力表现 甚至比欧洲队还要强上很多的那种感觉 教练这一口就比较伤人一点了 但是讲的确实实在 确实实在 就G2已经是昨天第一种子的一个骄傲 已经欧洲先守不住了 细节鬼在这边 看到一个 这已经有绿甲的一个 哇 绝技下真的打不动 现在其实担心的倒不是正面 正面 EDG给对手的压力 是随时有机会可以出手的 但问题是杰斯那个点上 蓝波切是渐渐地越来越打不过了 其实这边的双三位装备已经出不成型了 小 太精湛 看看有没有传送的位置能够包到后路吧 这边就是先杀这个牛头 牛头被顶起以后 知名华彩命中 杰斯虽然开了一个大招 但老牛还是扛不住 EDG 沉盾的一个伤害 还要再继续开 再往前追以后 这个W又是命中 但已经进入了对方的中路 读过现在镜头 没有给到下路高地 杰斯三的一个行线已经点了很久了 不知道下路高地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对 在我们看中路的一个镜头 当然也担心在下路的一个 西线的一个战士 是 这边成功地逼出一个蝎子的闪现以后 哇 一个死亡闪现 新闻的大招很果断 一个推球差一点点很可惜 如果晕荡履姐的话 也是非常的漂亮 但这里吸血鬼很不冷静的一波 往前突进 W几天 差一点点雪池是已经 雪池多赚了那么0.1秒 对 而且大招也瞬间地帮 这个吸血鬼回了一大口血量 下路的一个镜头 刚没有看到塔的血量 那一眼感觉是被守住了 刚才因为我是注意到小地图上 是杰斯特那里点高地塔的时候 蓝波是先往中路走 离波想要参战 紧接着又走到草丛那里又走过来了 所以估计高地塔应该是被点掉了 大概1.3到1.5的血量 这边抢一个蓝牌 刚出来的牛头没有大招 这个牛头太软了 斯卡尔在隔着墙的地方拿到这个人头 一块三分熟的牛排非常的嫩 吃美食还是要问教练 中午这边开启大招漂亮 女警 一枪两枪 最后一枪能不能打到 哇 已经走出了这个范围 短了一点点 可能小西 但这场打到讲道理应该是洗不了 但ITZ这边其实他们战术处理是很正确的 就让杰斯这边一直单线给蓝波压力 其实蓝波这里真的很难处 很难办 但问题是他们正面四个人 始终没有拖住1DG 刚才那一波他们在河道那里 被对手1DG逮到的话 是有点 就自己在视野上和心态上没有做好 其实再往后挥缩防守一下 让杰斯那边找机会 其实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老黄觉得 这边他杰斯和蓝波带线的话 虽然能压制住蓝波的线 但是他没有什么机会去点高地塔 刚才其实在下路点到一波 只是没有看到那个血 你怎么也看到下路的高地塔 有镜头可以被 帽斯刚才那波的话没有用大招 可以预想到可能自己的高地塔 也没有受太多威胁 帽斯刚才是有点想 我看到他的那个动作 是有点想来中路帮忙打团的 但是他走到一半发现不行 再一走的话这下路高地 肯定没了 于是又回去了 就现在来说的话 ITZ正面打团的话 只要是找不到 没口子他一个走位失误来说的话 他们是不敢轻易开团的 对 就我还是比较想要跟散黄讨论 就是说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面 因为你以前打ATC 你应该是这个四人点 你觉得这时候队伍的沟通 安基地会不会希望 杰斯过来正面的参团 还是像教练就认为的 就是可能杰斯继续在一个单线上面 去想办法维持一些优势 我个人的话 我建议杰斯抱团 这样的话可以把事业慢慢给做出去 如果杰斯一直在分大的话 他自己发育那么的好 而且对团队没有太多的一个帮助 就很亏 但我能理解ATC为什么杰斯不能抱团 因为他抱团的话 蓝博也过来抱团 相比于团战中的作用 可能更加担心对手蓝博参团 可能跟英雄的旋律有一点关系 因为跟杰斯继的话 还是ATC正面打团太被动了 对 就你抱团也没有什么意义 你也不敢去轻易看 这边两边的上单都来抱团了 这可能是决定本场比赛 封向了一场团战 但这里吸血鬼走位很靠前 他是很凶的 他觉得自己的装备 已经能足够坦促 在他其实身上没有精神 一个球 天女赛花晕住两人 拦不一个大招 直接利用辛德拉的配合 打走对面的鞋子 拧头上来 这里头就被打成残血了 直接收掉 女警也被场场闪现顶起 今天一个球 漂亮 一石二鸟 斯卡尔拿到一个TRIPLE KILL 这边再配合场场 要来击杀 燕这边出了一个全球赛 上来正面的跟斯卡尔单挑 已经是一个夸抓KILL了 回身再推到 但是被吸血鬼的大招 给杀战掉了 原本以为会有世界大赛 第一个五杀出现 这里没办法 对敌方吸血鬼 确实状态太好了 而且振奋的存在 他几乎都没怎么掉过去 不过这一波的话 EDG还是打得比较果断的 但事实上 只是在经济上 取得了一些优势 在场面上 好像没有占得太大便宜 赚了还是挺多的 打了一波二换四 第四条龙 土龙又是轻易拿到 不过这里拿土龙的话 算是还是 拿到了一些地图资源的 还是不错的 四条的一个亚龙 完全被一地区给掌握 刚刚这一波的交换 就是教练的一个观点 应该就是说 中路的二塔没有推掉 对 二塔没有推掉 而且刚才这波团 其实是展现出来的 就杰斯里参团归参团 但这个跟蓝波的这个大招 作用比起来 还是有差距的 事实上ITZ之前那种 坚持让杰斯三代的打法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 这两波斯科 他这两个推 推得太惊艳了 虽然杰斯这边 操作得好 漂亮的是 他选择不打后方的战场 他进来这边处理 在二塔中间的一个场掌 以及SK的 已经配合吸血鬼 终于是把SAR给收掉 但是的确这个毁天灭地的程度 不像蓝波的一个大招 烫出来 就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个震撼 对 刚才蓝波那大招 直接就把鞋子 活生生地烫死了 是配合进他一个球 我还是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没有看到鞋子的大招吗 就 好像没有 还没 还一次都没有 再给他一点时间 这其实不是个鞋子 这是个螃蟹 他那个没有尾巴的 其实我觉得SK他挺针对 就是Rabotar的 他每次大招都留给鞋子 赵亮你再说我们要肚子饿了 就是 我们也心疼一下 就他长得有点像鞋子 其实他没有尾巴的 你看错了 不要因为最近 就是旧金赛有这个海产 海产港口 你就这么地想你的美食 还是专心在比赛上面 那当然依据刚刚的 这个进攻节奏的问题点在于 这个二塔没有攻陷 但是整体来说的 这个人头交换 就像肖战所说的 二换四的话 是把SK的装备 再往上提升了 转了还是挺多的 现在一个问题就是 鞋子这边总是被SK的针对 但是他这个装备 根本坦不住啊 他出了个战士大野刀 然后后面补了一个板架 然后再上一个亡灵桶 他现在的一个魔抗 面对了已经有了虚空 现在还有一个 无用大棒的一个许德拉 蓝波一个空大 但是没关系 是拖出了这手杰斯的时间 杰斯想要换命 但被给上了一剂虚弱 也是伤害不够 这边又是利用 MECO的一个塔姆 是夹掉了这个燕 是的 不过这波的话 ITZ把中路里塔给拔掉了 ITZ现在正面虽然不太好打 但是感觉他们也不是 真的有一点机会也没有的 EDG这里也绝对不可大意 率先打龙逼团 这里胆子有点大 这里吸血鬼的位置其实不错 看一下这里吸血鬼 是不是准备强行进场了 Boss自逼过来了 不过吸血鬼是被夹了一下 钉了住了 正面场场这边 想要粘住对方的四个人 拦不过来 但是没有大招 没有大招 这里也就是夹子 蓝波左右为难在这里 四处乱逛 给了两个一技能 但这里侧面的两个人 已经没血了 看到队友是被卖掉了 哇 这里 ITZ的撤退路线很奇怪 分成了两个团队 对 就两个没血的方 左边逃 而且左边是对面基地 他没得跑啊 对 但感觉蓝波的那个位置 把MECO以及REFOLTA 两个人给压在了右侧过来 但是这边 EDG又来打一次 杰斯这一炮 有点凶 但Skot这里直接带走对面 对 又是一个大招 吸血鬼来不及 左波 蝎子有闪的这波 就看一下REFOLTA了 血量不多 EDG对面感觉是想要 拉一下血量 是不是要等场长的一技能呢 一技能配合纯剑 想象一下他没有抢到 没想到 场长拿到了大龙 他大招是用掉了 但是也没有看到 他拉到什么人 好像一秒钟就没了 那这一波EDG 处理的算是比较小心 应该是在等一波爆发 对 他在等一下技能爆发 而且挖掘机的一技能 可以满足真实伤害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刚的这一波下路的一个回放 就场长这个位置过来 把蝎子跟女警给压到右边以后 Mouse一直在旁边 带着热能 就这里牛头和吸血鬼撤退的方向很奇怪 而Mouse这里 其实他下面上面有三个夹 他走不下来的 但对面也没有选择往这个方向撤 刚刚吸血鬼的一个走位的话 是想保一下牛头 但是没把腾刺也送了 是 回放里面后续这边又是一个好远的一个控制 让米靠这边直接被秒掉了 靠的这场是表现的相当不错 对等一下所有技能都好了之后上来打一套 的确是拉了一下 这龙克雷是没有RK的一个视野的 就 有方打车刚才是猜了一下 对 那下去的时间感觉稍微晚了那么一点点 是的 其实他猜很难猜到 因为蝎子其实在抢大龙的时候 没有太大的优势的因素 对 这里正面 EDG 已经是强势的一波推上来了 吸血鬼的侧面被Maco拖住 牛头上来硬开这里的 哇那蓝某的大刀伤害好高 配合近远方的一个完美 羡慕了看一下 正面所有人站在前方的感觉前排挡不住 这四个人全都要回拳手回拳 BW命中又是一滴 散现过来的一个丢球 但可惜SKOT这边没有办法击杀蝎子 这技能的消耗 技能消耗干对手之后马上上来直接推掉高地坛 TOKERS 这一个人在后面打五个人 这个吸血鬼直接冲过去血吃 再用腰带跑回去 牛头这边顶到的是一个场场 正面TOKERS 进来 吸血鬼被逼出一个闪现以后 看一下Devd这一枪 打死了一个人 ZRIVOLTA进来 大招完全没有任何的作用 拉不回人 SKOT一个由于推到两个C位 哇 SKOT又拿到一个人头 已经是RUN PAGE 这边吸血鬼花成一滩血池 躲不过EDIG四个人 一阵暴打 最后又是一发暴击 Devd的一个低语拿下人头 那后面 捷斯在远方的一个Poke 这波可以尝试一波 EDIG感觉不想管了 拼向也是不错的 捷斯这个没有什么清兵能力 这样的话应该是能成功一波 对 这个兵量有点太多了 只剩下一个鞋子跟捷斯轻不掉 我们要恭喜EDIG 击败了巴西的RNT力 或许有人可以击败EDIG一致 但要赢两致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恭喜EDIG 好的 恭喜EDIG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可以说是综合第一轮的结果 双方是战成了一个1比1 那也算是一种复仇成功的局面了 依据这场来说的话节奏起得非常非常快 基本上游戏在前面10分钟的时候就已经累积了巨大的优势 在伤害面上面来说 Scout 一支独秀的几乎是占走了团队的六成到七成的伤害 而且在打野方面看来的话 搬掉盲松之后 这个兄弟的输输确实有点堪忧 六成到七成我是说得有点扯的 反正38 这个有点过头了 突然又调回来 音量开太大了 现在牛小一点 这场Scout我觉得他的发挥就无庸置疑的MVP了 前期应该是一低机设计得非常不错 很早的几波中单配合打野的游走 几乎是形成了连续两至三波的四包二或者四包一在野区的 所以这也是上Scout的一个原因嘛 虽然胖发挥的也非常不错 但是他的支援打得更有效率或者更默契一点 Scout的支援速度够快 对 就是说在这种前期几级就支援的 除了Hookie身上我们再次看 你这不是一个什么好比方听起来 除了Hookie的龙王真相之外 那就是Scout 他这样发挥确实非常亮眼 我觉得主要就在于说 ETG他之前一次把Scout拿上来的时候 是打一个比较前期对上路的 做一个比较好的支援 但这一次 如果说RNTZ对那个东西做了研究的话 其实这次打的完全就是不管上路 上路从头到尾 基本上MOS就这场确实是没有人疼爱他 然后其他人就是四个人非常愉快地 到处在开party 然后就没有人去疼爱MOS MOS这场因为队友就是比较少去 他这一路做文章的关系 也是让他在中期的地方 就是杰斯对他的领先是比较多的 所以杰斯是一度能够打一些分推 我觉得这场NTC在BANPIC上面 比较大的一个漏洞是在于说 蝎子基本上是从队友处得不到 任何加速跟支援的状态 而且把人拉回来 也没有任何的爆发伤害的状态下 然后刚才解说也一直在谈论这个话题 就是他打了二十几分钟 没有用过一次大招 其实是阵型不支援他用大招 就是局势已经不支持他用大招了 那个时候他如果去强行闪现拉的话 首先队友对方是有塔姆的 自己这边输出又不够 他一旦闪现把自己卖到一个 比较危险的地方 几乎就是再送一个人头 他只有等自己的队友装备起来之后 才能开打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 一滴进一个爆团期 推塔拿龙 已经没有给他一个开门的机会了 其实就整场打完来说的话 在BP上面 INTZ还是做得很好的 就他们的BP 其实已经看下足了功夫 知道该争对的点 但是总体说来的话 他们还是不懂在游戏里面 吃去芒僧之后如何进行比赛 这个是有一点 因为BP的挖给上单 挖给Mouse的坑其实挺深的 在ETG 去BAN掉纳尔的状况下 然后这边再BAN掉波比这样的一个英雄之后 其实上单所剩英雄不多的情况下 然后INTZ还率先选了牛头 然后这家杰斯是针对你凯南的 所以最后被逼去选了一个蓝博 但其实没关系 因为自己的节奏先带动起来 没有被针对到上单的状况下 这一场Mouse虽然被做了很多的针对 但这些并争都没有发作 所以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赛后采访的部分 我已经收到了消息 今天要带来的是老公的采访 我们来欢迎赛后采访 好的 那么我们也恭喜EDG获得了比赛胜利 在赛后呢 我们也是采访到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 让我们欢迎Koro 哈喽 大家好 我是Koro 好的 那么其实有很多粉丝最近很关心 Koro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会在训练室跟队员一起帮忙看训练赛 然后有时候也会去赛场感受一下比赛的氛围 就会在场馆里面看比赛 确实是 那么本次的世界赛可以说现场看比赛 真的是一件非常棒的感官体验 但是我觉得在屏幕面前看比赛的观众 肯定也会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视觉享受 那么其实可以看到这场比赛 我们的EDG赢得非常的轻松 你觉得现在队伍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一个最佳的一个竞技状态和水平了呢 我觉得现在EDG的状态还算是不错的 但应该还不是最好的水平 应该还有成长空间 还有成长空间 那么可以看到其实这一组的话 EDG在现在下场比赛之后后面第二场比赛尤为关键了 就是AHQ将会对称H2K 那么他们现在一个队伍是2-1一个队伍是1-2 你怎么看接下来这两只队伍的一个出现情况 我觉得这两个队伍胜负还不太好说嘛 就还是要看当时的发挥 但我比较看好AHQ 因为他们毕竟先赢过他们了 你觉得AHQ这个队伍他们就是强的点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AHQ的话他们整个队伍的配合挺好的 然后也打过很多这些世界赛了 经验也很好 经验方面比较老到 那其实可以看到这个版本的话 其实包括是这次的世界赛的话 上路可以说是群雄逐鹿 那么你觉得这个版本的上路 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更加的发挥出色一些呢 我觉得上单英雄就尽量选那种 要不线上强势的 要不就是抗压能力特别强的 比如波比或者蓝博这种杰斯 好的 那么其实我们的Coro今天也在采访的时候提到过一点 就是比较看好AHQ 那么我们也希望AHQ可以在接下来这一组 发挥出色和EDG共同取得夹技 那么最后的话还有什么话 想跟EDG和你的粉丝们说呢 就希望大家继续关注EDG的比赛 一起为EDG加油 好的让我们一起为EDG加油 感谢Coro 好 非常感谢Coro特地接受我们采访